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说他如今穷得只剩这些大话 就真有金山银山 我也不能跟他回去 我这硬气眼儿 还没过足 出事了 孩子班主任打了电话 为紧张按错 挂断键 赶忙低头找号码 此刻我心里早已七上八下 入班以来 老师只打过一次电话 网课期间逃课 想来今天也没什么好事 回播过去 老师的语气着急中透得些许无奈 谓语 先叹气 我紧张的神经被推到极致 老师声音不高 语气却很严厉 你家孩子这学期状态极度不好 不是上课打瞌睡就是对得强发呆 成绩一退再退 一个八岁的姑娘怎么还发呆了 也难怪 离异家庭多少有一些阴影 真是苦了孩子 我朝朝夕夕赶到学校 一番交流 一通道歉 领着姑娘回了家 耐心引导她说出新事 别憋出个好歹 孩子受不住我泛滥的母爱 招供出一个震碎我眼睛的事实 吴强让她这么干的 姑娘说 只要她成绩退步了 爸妈就能在一起 她就不再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这个挨千刀的 为了哄我 回去复婚 连女儿都不放过 这是什么 畜类 我抱着女儿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再慢慢吐出来 是得好好安抚孩子受挫的心灵了 六年前我和吴强前脚毕业 后脚准备结婚大事 我是奔着一辈子去的 如每个向往爱情的女人 我心甘情愿为爱裸昏 吴强妈说 她家只有一套60平米的老旧房子 我说 挤挤更温暖 吴强爸说 吴强弟弟读书凑不出彩礼 我说一家人不用客气 弟弟学费够不够 我妈给我的钱先拿去用 我一切从减 减掉该得的钱 减掉该换的家电 减掉应有的仪式 几桌亲朋 几串鞭炮 我带着娘家陪嫁 一台双开门冰箱 一台立式空调 搬进那套拥挤的房子 结婚第二天 吴强找我商量 家里有冰箱风扇先用着 他开装修材料公司需要钱 先把新家电卖了 将来赚钱了给我买大房子 高级家电 新婚燕耳 秘力调油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期待的那个将来 生姑娘后 我一次性考上了当地公务员 被分配到了质检部门 无论生活还是事业 都成了吴强的左膀右臂 每天三点一线 我上班赚钱 回家做饭 抽空去公司帮忙 公司处在创业期 每月贷款利息 够吴强紧搬的 家里从不指望他 我的工资一分为三 贴补家用 孩子吃穿用度 一家老小生日开销 月底常常没留下一件 买衣服的钱 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 吃康厌菜 也是甜 吴强千百遍念叨 他上辈子积攒了多少福气 才娶了个菩萨一样的老婆 大家也说 吴强娶了个好媳妇 我陶醉在生生赞美中 预备豁出去大干一场 公司逐渐步入正轨 前期贷款差不多还完 我们分期了一套房子 就在我以为苦尽甘来时 麻烦找上了门 那晚像王城一样 我给吴强晾鞋垫 那是一双崭新的 鸳鸯细水 刺绣鞋垫 我虽不会做鞋垫 但一眼就认出这做工 绝不是机器批量出来的 是人工操作 没带我开口 答案自己送上门了 吴强手机呼闪的一条信息 我的手艺怎样 漂亮吗 有人自首 但吴强敌死不认 只说是同学 他当着我的面 把那双鞋垫扔进垃圾桶 一段时间后 我也没摸出其他证据 就先放他一马 直接告诉我 他们有事 既然没露出尾巴 我干脆釜底抽薪 管他们发展到哪步 先断了他们的联系 我要求吴强删掉那个女人所有的联系方式 他当着我的面删得很干净 日子恢复平静 没多久我又发现那个女人的头像扑闪 吴强以不变应万变 说此一致 正堂同学的交往 这两年呢 我被孩子和这个家累得分心乏术 只要他们不在我眼皮底下 左腰 我就暂且饶过他们 反正他们两人在外地 也掀不出多的浪花 终究是我清理了 吴强公司刚有起色 那个女人突然空降 原来她不是浪花 是翻江倒海 遮阴蔽日的江阳大道 她改朝换代来了 女人的到来 让吴强全让不顾六年的夫妻情分 毅然居然提出离婚 我当然不同意 六年的昼夜辛劳 就这样拱手让人 我不是二吗 有人劝我 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家 不值当 可我有孩子 他何其无辜 他不能没有家 我用感情做赌注 奋力一搏 我提出条件 离婚不离家 吴强说不可能 这是现他于不义 我求公婆相助 他们一会儿摇头 一会儿叹息 折腾了好一阵子 我身心俱疲 人瘦了一整圈 晚上回到家 那个女人竟端坐在我家客厅 吴强紧挨的女人坐 婆婆也在 她不言不语 看上去有些平静 很明显 婆婆被她儿子收买了 母子谈什么买不买 本来连着心 没人替我做主 我自己来 这还是我的家 我随手捞进门后的一把扫帚 砸向那个女人 吴强捡起扫帚 丢向我 冒疯女人 我是疯女人 我疯给他们看 我左右环顾 两手抱起 茶几边上的保温杯 砸向那个女人 女人发出了 杀猪般的尖叫声 他们几个乱作一团 我狠狠地呸了一口 躲门而出 背过身 泪水早已湿了眼眶 整整六年 我为这个家 铺路搭桥 毫不客气地 榨干自己 到头来 他们联合起来 将我的军 我想不通 这是什么道理 一通发泄后 飞弹没起到 正向作用 反催坏了 反作用速度 婚姻是保不住了 他们要打官司 我奉陪 我请了两位律师 从气势和财务上 没败下阵 可哪有 兴高采烈的 离婚官司 这场争夺 输与赢 都是输 我领着女儿 带着 应分应得的财与物 离开那个家 同事小王暴跳 哪有这样的道理 姐啊 看我给你报仇 那孩子 姐吼吼 领着人 出了单位大院 以前 吴强的公司 一直是我联系供货商 那个女人插足后 画了渠道 他们打着品牌的招牌 暗地里坐着 投梁换住的 缺德买卖 还有去年 新建楼板用的 略制材料 工人早告诉了我 近期市里发生一起 楼板塌陷事件 一死流伤 上级要求 有关部门联合行动 好几家单位 协同作战 对企业 个体进行地毯式检查 我在实时提醒吴强 远离 残次产品 合法 合规经营 现在他想让那个女人 毁掉前程 我何必客气 吴强的公司 被查封整顿 他停不起 每天的负营业额 足够让他退光 全身的皮毛 过不了几天 他的公司 就该歇业打极了 吴强和那个女人 没了收入 轻收贷款的同志 隔三差五的上门轻收 他们只剩坐卧不安了 俩人就不活公司 一时找不到挣钱的好营盛 靠婆婆的那点退休金度日 婆婆一气之下 病倒了 一身负债 两个无业游民 一座 难再起的东山 女人拍屁股走人 离婚协议 都是邮寄回来的 吴强还真有办法 直爹 掉头奔向我 还用了损女利己的招数 我电影话里 狠骂了他八辈祖宗 吴强继续挣扎 他请了七姑八舅来我家做睡客 那些人见面就说 看孩子多可怜 有个完整的家 他会更健康 千篇一律地说辞 一看就是混合饭的 我心疼姑娘 本打算不再找男人 吴强这一哆嗦 我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不 因夜费时 亏的可是自己 我托同事介绍男人 条件两个 一 不是出轨被离婚的 转念 好笑自己多余 出轨 早就笨小三去了 哪会在原地等我 二 善待我女儿 一年后 我嫁给老师的小贩 日子还算和谐 我俩各有各的孩子 各有各的妈 我给他妈 买条珍珠项链 他给我姑娘 买个实习机 我们像牧林 像友邦 有里有街 我再不用背着 一个沉重的家 全行 还算轻松惬意 结婚当年 新婆婆住院了 差五万手术费 我们结婚 装房子 买家具 小贩卡里 没剩多少 结婚前 我告诉她 自己是精神出户 经历了一次 彻头彻尾的欺骗 我给自己留了个心眼 但一分不出 还是不落人 老太太 对我们女儿俩挺仁慈的 我给了一万 说借的 小贩退给我 说得自己想办法 我退让不过 只好留下 第二年 我妈好巧不巧的 也住院了 我后悔当初 没坚决留下 那一万块钱 手头上这些钱 根本不够我妈看病 我正后悔 自觉后路时 手机短信响了 账户存入了20万元 除了小贩 我想不到别人 我拨通电话 你哪来的钱 她笑呵呵地 轻描淡写 别管了 先给妈看病 我炖好 无鸡汤就过去了 她把结婚时 35万买的车 卖了 未出手快 只捣手了25万 20万给我妈看病 5万倒腾了一辆 红色小乐池 她说 红通通喜庆 乐池也是车 你陪妈 我接姑娘去了 那是我的姑娘 也是无强的 姑娘越来越认小贩 看着小小乐池里的小贩 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这才是爷们 难道幸福来敲门了吗 原来生活是这样 遇到错的人 再多付出 也会随大海一起东流 遇到对的人 任何招数都多余 过去的就过去吧 也许生活 总要经历些 才能通透 错误存在的意义 大概就是让后来的人 和事 以始为鉴 这些眼前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呢 已经正式开动了 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